第六十章 残酷的淘汰 死神柏兰是这一届天才战 一千零八个宇宙国当中冒出的 最不可思议的绝世天才 就算之前的一届届天才战 也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变态的存在出现 搜集的资料中 这死神柏兰曾经出现过数百个换身 这 这简直不可思议 罗峰看着远处 那背负着血色常见的白衣青年 心中非常清楚 自己远远不是这个早被公认为 这次总排名第一的死神柏兰的对手 按照万线流的层次来翻 第三层百线流 第四层万线流 已经是万线流密法的最高层 传说中的瞬移毕竟只是传说 而这柏兰展露的实力 显然接近第四层 在恒星级就这么变态 看看前面的数十届天才站的总排名第一的那些绝世天才 几乎都比野人荣军强 可也没有变态到这个地步 死神柏兰 太逆天了 就算是借主存在 在最难参悟的空间本源法则上 想达到万线流第四层 也是万中无一 借主中都万中无一 可以想象一个仅仅恒星级的小家伙 就如此可怕 难怪天才战还没开始 连很多不朽存在都认定 毫无疑问 这次天才战的第一是这个白衣青年 怎么修炼的 他到底是怎么修炼的 罗锋眉头微皱吧 我就是靠魔杀族分身来修炼 也只是突破一线流 距离九线流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毕竟空间本源法则 那可是和时间本源法则并列为最难的两种 哥哥 一鸣有着飘逸绿色长发 长发自然卷曲 脸上有着绿色蜜蚊的的美丽少女低声道 她就是死神博蓝 是老师认为 我们唯一没丝毫可能击败的对手 嗯 旁边同样绿发 脸上有着蜜蚊的青年点头 死死盯着远处的白衣青年 就是他 一个恒星级 就将空间本源法则 感悟到极其高深的变态存在 就算最近百万年来 一届届天才战中的总排名第一 也没这么变态过 不过 千水 青年低头看向身侧的少女 我们虽然不是死神博蓝的对手 可总排名第二第三 我们兄妹要 拿到 千水明白 少女点头 这一对兄妹 正是这届天才战中名气 同样非常可怕的 来自神秘之地 奥古斯星球 的绝世天才 在浩瀚宇宙中 有一些星球很神秘 或者名气极大 如满卡星 奥古斯星球 母祖星球 这些个星球 都拥有着让人心颤的 无以伦比的实力 很轻易的 就可以派遣出一群不朽存在 这种星球 完全能称得上 是一个宇宙国的核心 如满卡星 就是荒满宇宙国的 两大核心之一 中央广场上 数十万名天才们 不由自主看向那白衣青年 这令那白衣青年眉头微皱 便直接进入了一家餐厅 呵 他就是死神博蓝啊 真不知道他怎么修炼的 再厉害的血统 也不该这么变态 我怀疑 他根本就不是人类 在广场各处 议论声不断 在聚集着数十万天才的中央广场上 其中一号餐厅内 随着时间流逝 一千零八个宇宙国的 美之天才队的领队强者 一一伟大的不朽存在 各个都来到这一号餐厅口 或是在一楼 或是在二楼 都随意聊着 这个叫伯兰的年轻人 才恒星级 对空间本源法则感悟就这么强 说不定一百个纪元后 他能成为空间尊者 空间尊者 太过了吧 想成空间尊者 还远得很 多少不朽存在 修炼一万年都无法成为空间尊者 他还差得远 嗯 空间尊者 岂是这么容易就能达到的 难 难 难 他连肉体穿越空间进行顺移 都还差得老远 更别提成为空间尊者了 吹捧太过了 我们一千零八宇宙国 多久没出一个新尊者了 那年轻人 虽然是历届天才战中 都罕见的人物 可天才归天才 假使说他成为和我们媲美的 强大不朽 我同意 可是想要成为空间尊者 实在是太 似乎空间尊者 这四个字 触动了周围一大群强大不朽的逆林 各个进行反对 哈哈 讨论什么呢 这么热闹 一道响亮声音 回荡在整个一号餐厅的一楼和二楼 顿时一楼那一位 为不朽存在 都转头看去 只见餐厅正门 一位穿着很普通的青袍男子 他面容俊美 头上却有着紫色鳞片覆盖 一双眸子也是蕴含笑意 整个人站在那 仿佛不存在似的 似乎和在场的其他不朽 根本不在一个时空 哄 整个一楼的数百名不朽存在 全部都站起 包括那林甲战袍巨人十三 各个都公身表示尊敬 尊者 数百名不朽公身道 这次我虚拟宇宙公司举办天才战 你们各大宇宙国鼎立支持 我代我们虚拟宇宙公司表示感谢 青袍子林男人微笑道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一楼乃至二楼 一道道不朽的声音响起 嗯 青袍子林男人微笑点头 你们继续聊 等会儿我召集那些 那些年轻人们 说完 这青袍子林男人 转身就离开了 带着他离开 整个一楼数百名不朽 还有从二楼不断走下的一名名不朽们 才议论起来 竟然是九剑尊者 我听说九剑尊者 是那机械族疆域范围内的一个宇宙秘境中 没想到这次天才战他来主持 说起来 数十万纪元之前 九剑尊者当时还是恒星级 也参加天才战 那时候 尊者就是那一届的敌人 当时尊者给各个宇宙国带来的震撼 可丝毫不比眼下这个叫柏兰的年轻人低呀 嗯 天赋又能怎么样 单单成为不朽之路 就充满坎坷 大量戒主倒在最后的门槛前 那个柏兰 想达到不朽 都要经历诸多磨练坎坷 更别说难万倍百万倍的空间尊者了 这些不朽们很是唏嘘 他们各个 在各自宇宙国拥有着极高权威 都是堪称宇宙国主挥下一等一的大人物 一些星球 恒星 他们翻手即可毁掉 然而 若是能成一方尊者 那已经拥有占据庞大星域 建造一宇宙国的逆天能耐了 空间尊者挥手间 抖转星移 空间转换 所谓的一些星球 在他们面前犹如一颗玻璃弹珠 傍晚时分 正在中央广场上的其中一家餐厅喝着饮料的罗锋 忽然一道声音侵入意识 1008宇宙国的所有参战者到中央广场集合 无意识的罗锋就站了起来 不单单是他 餐厅中所有天才们都站了起来 1008000名天才或是从天空飞来 或是从那居住大厦中飞出 或是从中央广场边缘朝中央汇聚 上百万名天才全部如此 仅仅片刻 由1008000名天才组成整齐的一个大型方队 站在中央广场上面 而后 百万名天才都醒了 怎么回事 罗锋惊醒 怎么了 咦 怎么在这 我刚刚还在屋内的 整个方阵上百万名天才 各个处于震惊中 就算是那位死神薄蓝 同样的一脸震惊之色 而这时候 在方阵前面 则是站着1008名不朽存在 这些不朽存在们 自然而然散发出他们的威压 上千名强大不朽的威压 瞬间就令整个方阵上百万人 全部安静下来 没有一个人胆敢发出声音 欢迎你们参加我们虚拟宇宙公司举办的巅峰天才战 一道温和声音传入每一个耳边 所有人震惊看去 原本空无一人的前方半空出现了一名穿着青色战袍 头部有着紫色鳞片的男子 他面带笑容 可是站在半空中的他 却仿佛远古神王 那自然隐隐散发开的气息 让上百万名年轻人不由自主臣服 而且 虽然肉眼看到远处的青袍男子 可却让在场所有天才们感觉 仿佛那位伟大的至高存在 似乎和自己不在一个空间似的 那种时空错乱感让人感觉很别扭 一千零八个宇宙国 每个宇宙国选拔出一千名 共有超过百万名天才 青袍男子站在虚空中 府侠下方的百万名天才们声音温和 我们虚拟宇宙公司 要从你们当中选出最强的一千人 吸纳进我们虚拟宇宙公司的核心 你们百万人争夺这一千个名额 规则如下 明天你们所有人会分别进入一个试炼空间 我们虚拟宇宙公司为你们准备了 超过百万个试炼空间 每人一个 试炼空间中一共有七座试炼塔 每座试炼塔有七层 从第一座试炼塔开始闯吧 闯完第一座试炼塔的七层 再闯第二座试炼塔 一直到你们死 被提出试炼空间为止 根据你们在试炼空间中的成绩计算积分 积分第一名 第一百名 无需再筛选 直接被我们虚拟宇宙公司 吸纳为核心成员 获得一百个名额 第一百零一名 第七千三百名 这七千二百人到时候会擂台决战 去争夺九百名额 至于在七千三百名往后的 全部淘汰 清袍男子的话 让下面上百万名天才呆滞了 这次共有1008000人 等于说 仅仅一个试炼空间 就淘汰掉超过一百万人 这次共有50万人 你不停地 你不停地 二百人 只好 你不停地 再继续 乱